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人福气与运势 一个人如果额头坑坑洼洼 说明这个人的财运不好 其他方面的运势也不好 多数属于生活艰难的类型 忙碌一生仅能获得温饱 因为自身运势比较差 做什么事情都很难成功 经历多番打击之后 自己也会逐渐人命 丧失奋斗的决心 一旦丧失奋斗的决心 那么运势下降得非常快 一生不会有出头之地 因为自身懦弱 在家与妻子感情也不会很好 天生属于命苦的人 二 下巴无肉 在面相学中认为 下巴属于帝格 一个人的财运 除了与额头有关之外 与下巴也有很大的关系 特别是男人的下巴 预示着人生是否可以幸福 下巴没有肉 又肩又瘦的男人 属于天生没有福相 这类人更是苦命的代表 为何这么认为呢 原来这类人之所以命苦 是因为自身非常的懒惰 懒惰的人注定与财运无援 在家不会受到妻子喜欢 在单位不会受到领导的重视 因为一事无成 好吃懒做 在孩子面前 也无法树立高大形象 为此 这类人只能用花钱 寻找存在感 但自身赚钱能力有限 又喜欢挥霍生活 日子往往会越过 与清贫潦荡 到了晚年时候 多少会因为钱财发愁 儿女也不会主动 寄予钱财救济 甚至还会埋怨 父亲年轻的时候 没有存下钱养老 三 两三瘦弱 两三瘦弱的人 说明脸部没有太多的肉 这类男人 从脸性方面 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属于命苦之人 即使忙碌一生 也不会为了自己 积累善缘 这类人平时特别小气 属于特别吝嗦的类型 一个吝嗦的男人 怎么能受得了女人喜欢呢 所以多数情感 在恋爱的时候 就会土崩瓦解 即使可以找到女人结婚 由于自身性格原因 导致婚后与妻子关系 特别的紧张 经常因为钱财争吵 慢慢的也会把感情炒完 甚至还会走向离婚的道路 这类男人到了晚年时候 妻离子散 生活几苦 属于天生努命之人 四鼻子扁平 鼻子在五官之中 非常的重要 可以主宰着 一个人的运势和财运 特别是男人 鼻子高耸挺拔 说明这个人运势很好 基础财运普通 生活也极其幸福 如果一个男人 鼻子扁平 甚至没有鼻梁 说明这个男人 没有魄力 做事没有唯唯诺诺 一生不会有太大的作为 即使遇到 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也会因为自己的懦弱而丧失机会 这类人不适合闯到事业 适合从事安稳的工作 即使挣钱不多 只要可以养活自己即可 这种男人财运不好 其他方面也不是很好 年老的时候特别孤独 没有亲人陪伴在身边 可见贫苦的结局 社会上 额窄而小的男人不少 在面向学中 额头代表着人的父母家庭 如果男人额头狭窄 代表他出生于贫困家庭 人本身不聪明 读书不成 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 无法得到父母的助力 早早便出社会打拼 生活过得非常的辛劳 耳朵小的男人身体不好 平日里没有什么活力 喜欢宅在家里 事业运自然非常的不好 而且他们多渣男 责任心不强 性格敏感不稳重 容易与妻子争吵 婚后家庭生活 大多过得不和 所以说 额窄而小的男人 多命苦 这样的男人 平日里应该多锻炼身体 多读书 多与人接触 提升自己的责任心 和工作能力 如此方能改善命运 六 鼻横全低 在电视上 我们可以看到富翁 大多鼻梁挺直 颧骨高耸 良者有肉且相配 而那些生活贫困不如意的人 大多鼻梁低陷 颧骨低 从面向的角度来说 男人彼此凹陷 他们赚钱能力不高 财运非常的差 难以有积蓄 日子过得很贫苦 再加上颧骨低 代表他们没有上进心 个性懒散 对生活没有什么期望 根本不会去打拼自己的事业 所以他们大多过着贫苦的日子 鼻梁凹陷全古低的男人 应该学一技之长 把专业搞好 就是提升自己的赚钱能力 多读一些正能量 积极向上的书籍 时常激励自己打拼事业 趁年轻的时候 多积累一些钱财 晚年才能不受贫困 如此才能改善自己的命运 七 嘴小常开 我们走在马路上 我们时常观察到 每个人嘴巴都长得不一样 小嘴巴的男人不少 从面相学的角度而言 嘴巴代表人的血彩能力和财运 老人们常说 口大之人纳似风采 嘴巴小 常开着的男人财运非常的差 他们赚钱能力不强 对机遇反应慢 难以抓住机会 一生挣不到大钱 再加上他们做事情冲动 时常会超前消费 所以很难存储到钱财 晚年的时候大多助不付出 辛劳凄凉 嘴小常开的男人 平日里应该多去学习一些 有关自己专业的知识 提高赚钱能力 同时 为了提升自己的储蓄观念 也要多学习一些理财知识 控制自己的消费欲望 多存钱 这样老的时候 才会有安逸的生活 八 没有耳垂 老一辈的人 常常喜欢把耳朵长得厚实 耳垂有无 用来判断他们福气大小等等 若是男人没有耳垂 或是耳垂非常的小 则往往此人甚气不足 心智不佳 自己的运势发展也不好 总是会给自己造成极大的经济困扰 所以他们中晚年的时候 注定会一事无成 收入也会很难稳定 造成寄一顿 饱一顿的状态 三餐吃不饱 九 鼻梁起节 鼻梁起节的男人 命运注定是不顺的 并且是人生大半生都不顺 这是因为 鼻梁起节的男人 心是不通的 因而他们内心就会无限的阻止 所以 心不通人 他们的命也就不会通了 人的硬堂到鼻梁 是主心脉 然而鼻梁上起节了 自然也就是心脉也不通了 所以就算这种男人条件哪怕再好 最后还是会一败涂地 往往不是婚姻出现问题 就是会被官司缠身 一生都是坎坷之人 十 印堂有树文 在校学当中 若是一个人的印堂住的位置 长有树文 则会被称之为选真文 而往往大多数的情况下 拥有此种面向的人 他们自身的脾气性格会非常的粗暴 干啥啥不成 自己的能力运势发展也都是一般 很难会有啥稳定的收入来源 而且长有树文的人 完全没有啥上进心 连自己的吃穿都要发愁 十一 吹火口 嘴巴偏小 而且嘴唇向前一小搓 形状犹如吹火似的 这就是吹火口 而在面向当中 若是拥有此种面向 则一般的情况下 此人贪欲比较重 为人过于自大 总是瞧不起身边的人 在事业上也是会眼高手低 早年的生活还可以 但是一旦步入到中晚年的时候 运势开始下降 连自己基本的生活都难以得到解决 甚至还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一起吃苦 十二 歪鼻歪嘴 歪鼻子歪嘴的男人 他们的命运是很坎坷的 在相学中 鼻子歪表示心也是歪的 这样的人生性就是多疑之人 无论别人做什么都会问个不休 尤其是对自己的妻子一律更大 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从而会导致婚姻不顺 此外歪鼻歪嘴的男人 除了自己的命运坎坷之外 还是客气的面向 包括他们一生事业都是很难做成功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